中華職棒類型賽 中信兄弟 主場三連戰的最後一場比賽 繼續對上同一師 目標瞄準四連勝 推敗王牌德寶拉 花帥先發 不過今年快樂寶拉是有點不太快樂 本季前兩場出賽都吞下敗頭 總計十一點一局 被敲十五支安打 失掉六分當中 有五分是自責分 防禦率三點九七 今年對上難霸天 四局上半 先被陳庸基敲出右外野安打上壘 賽棒的李承林 延續氣勢 在補上一擊二雷方向內野滾地安打 全攻將雷包往前推進 隔點圈有人機會 這時候捕首弗萊西 還發生不意 讓同一攻佔二三雷得分大門 關鍵時刻 盡頭看到陳崇玉 失數一擊平非安打 三雷這一分 要回來沒有問題 重點是看到打擊的陳崇玉 想要再往二雷衝 張志豪馬上 將邱傳給不位的岳東華 結果竟然又是一個失誤 邱直接摟到休息室旁的紅土區 趁著中信守備一團亂 李承林也跑回本壘 幫助同一單局攻回兩分 暫時領先 不過下個半局 發生傳球失誤的張志豪 希望能夠降公署罪 先靠著左外野平非安打安全勝壘 之後還展現快退 倒壘上到得點圈 這同時也帶動猛向打線 後續再靠著陳崇玉 關地球站上得分大門 接下來輪到近況活躺的岳東華 中間放上平非球 越過遊擊手林靖凱的頭頂 成功落地形成打 包黃山軍打下今天的第一分 頸椎一比二落後 而剛剛也發生不遺事物的弗萊希 一樣要來贖罪 中外野飛球 又是一隻安打串聯 越東華繞過二壘 中信再度來到三壘得分大門口 賽棒的黃偉勝能不能把握呢 答案是沒有問題的 一擊搶進國安地球 順利掃穿內野方線 兄弟再篩成以二比二 頒平戰局 儘管市隊六局上再接戰力 單局再扣著四隻安打串聯 攻回三分超前 要回領先 但今天中信有個特點 就是只要前半局十分 下個半局 他們就是有辦法往回 先靠著弗萊希和黃偉勝安打 追成四比五落後 接著登場的岳振華 也想當英雄 但一分一分慢慢追 實在太慢了 所以把握滿壘機會 一擊插破壁的安打 沿著邊線一路滾到外野 以下敲回兩分打點 六比五逆轉超前 之後曾宋恩和陳子豪 連續兩支犧牲大 也都幫黃山軍帶回分數 單局中信 真正打滿九個人次 攻下六分大局 賽六局結束 八比五戰時領先 之後牛棚除了泡面組的吳俊偉 和李正昌 另外還有呂彥青合理守成 沒再讓同意攻回任何分數 中信也就以這三分差 在主場完成橫掃 奪下近期四連勝 另外也讓先發投手德寶拉 儘管今天駐投六局 被敲十三專大失掉五分 但這當中只有三分是擇十分 依舊交出優質好投 順利收下本季第一場勝投 玩具台綜合報導 好 好 谢谢大家